首先是从球员的这种态度 我希望中国队的小伙伴和所有的成员都应该清楚你们代表的是中国队 不是一般的球队 那么我们现在中国足球正在走出低谷 要说从大环境上来说是一个回暖的趋势 我希望我们中国队不要为我们中国整体的足球的大环境添乱 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天钻 没错 你现在这种比赛全国直播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看到这种情况 你说我对中国足球的这种信心 因为你们 我说的可能严重一点 丧失了 我想我们 我希望中场休息在教练组的精心布置下 下面上我们中国队的小伙子 打出经济神 打出这种我们的应有的技战术水平 就跟刚才建宏说似的 我们不是比对方弱 我们肯定要比对方强 对 但是你们什么态度 他马乔先生 虽然他一直强调的是奔跑奔跑 但这场球比赛 前失球2-0的时候我们没有奔跑 对 换了三人以后我们奔跑明显增多 我们就能把揮一个来创造一些技术 其实首先是态度 态度 我想真的希望咱们国家队的小伙子们下面上加油 我们我想下面上每一个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中国人都会为你们加油努力 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比赛给扳回来 可是顺着李日导的话说呢 我们的国家队这些队员啊 都经历过前几年中国足球处在一个相对低谷的时候 对 那样一个阶段 那个阶段作为球员踢球 你觉得有意思吗 真是 钱拿的少 这个也不受人尊重 挨骂 挨骂 而且也看不到什么前途 对 那么这两年呢 应该说我们的足球环境明显的有改观了啊 包括国家的各级的领导有关部门 其实都在研究中国足球的问题 是 但是要想让中国足球走出低谷 靠外界不行 对 你还得靠自己的努力 足球人是首当其冲的应该单独去这个走 而我们的国家队其实就是火车突破 没错 你们这些球员 你们在联赛当中是我们联赛里最优秀的球员 对 所以说 当你们来到国家队 哎呀 这次中队的中路防守 被对方的九号克莱松 很轻松的突破 当然呢 第一原因是因为中队在中路出现的防守上 空档没有去盯他 让球停到了克莱松的脚下 等到球停了脚下 后卫再上的时候 就是 被对方 正好过掉 你后卫一上扑 对方一横下拉开 正好半人过掉 我们看这个球就是因为中路 惊人不紧 没有人在看着这个九号克莱松 等他球停好了之后 后卫已经是没有办法 后卫处于被动了 太阔队又进一球 比分变成了三比一 其实这个时候 中国队的情况在好转 当然了中国队的好转 是进攻方面给了对方压力 足球比赛是一个攻守平衡的这样的游戏 如果你的进攻加强的话 势必 你的代价就是削弱了防守 因为中队现在是单后腰 只有赵旭日一个人 所以 势必会削弱防守 1比3了 对方在下场比赛的 这个球 让对方进的有些太轻松了 比分变成了4比1 比赛的第61分钟 太阔队外围齐脚远射 将球打入了中队的球门 我正在说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的这些裹脚们可能在场上踢 国家队的比赛似乎也踢得非常的郁闷 自己的能力发挥不出来 队友配合又不默契不熟练 刚才这是中国队的7号赵旭日 在中场全球出现的失误 给了对方一个射门的机会 结果对方外围的这脚打门 似乎速度并不太快 却直接洞穿了我们的防守 穿越了门将耿晓峰的实质观 4比1 我们面对的一支并不是 完全主力出战的泰国队 泰国队 不是那些传统的足球强国的球队 却在场上表现出来了如此的作战意志 进球对准卡马乔 我们再找卡马乔 卡马乔去找谁呢 如果这支中国国家队 成整建制的去把握到大的话 可能还有进球的机会 这个球推了一个变后位身后的内部的空档 推了一个直线 对变后位来讲这个球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前面传球队员没有受到干扰 变后位的位置根本站不住 马苏克浪费了一个绝佳的射门机会 几乎是个空门了 中队看来要以一个极为耻辱的比分 输给以前根本看不上眼的亚洲对手泰国队 而且并不是泰国国家队的全部主力 5比1 这个夜晚希望大家记住 它在我们心中是沉痛的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球中队只有两个人在回防 其他的队员已经跑不回来了 中队追回来第一时间挡住对方射向空门的球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对方的补射实在是无能为力 三 months 最后的补射 涮 好 komme これで多数十字声